打开一击,选择测绘 选择多边形立块 我们选择打点方式 点击设计 选择地图打点 设定 拖动防线 选择位置 再选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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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点击每个点 可以直接去移动 单个点的调节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修改经纬度 以及高度 这个高度是用三维航线的时候 可以使用的 修改完了以后 点确定 换障碍物 这个追同类型是个多边形障碍物 你可以在这里 点击 就是多边形障碍物 我们继续切换 就是圆形障碍物 直接打点 其中圆形障碍物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 进行 位置的调节 也可以直接输入 也可以直接输入 精纬度过标 删除的话 是在这里可以直接删除 修改 如果想修改这个 圆形障碍物的 直径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这里 进行调节 直径会直接选择保存 这里有一个上环 好,保存成功